这个番茄到今天位置已经整整五十天了 一个整数了 看一下这个番茄的长势 这个一碎果的果实的膨大 还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时期 我们多看几度 看一下这一棵 非常好 这边 都非常好 然后在上面 这个二岁花看见了吗 二岁花已经做上果了 三岁花马上要开放 四岁花 已经出来了 从净杆的粗细度 看一下 净杆的粗细度到高度 因为我这个呢 是直接拔在往下做了 因为保证到时候多多几层果的一个空间 高度和方面 都挺好的 再看一下根系 番茄的根系是很关键的 这个秋云饭里面的杂草会比较多一点 看一下根系 很白的 因为它透气性好 所有的根系 基本上不会出现欧根的那种现象 看 到时候都是白根 当我们开始栽苗的时候 我就拍视频 有很多朋友就问了 你这么大的一个 种植栈 里面放了这么点一点的蚯蚓粪 然后它的养分呢 各方面的水分的供应啊 能跟得上吗 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始终在关注我这些视频 我会陆陆续续不断的去拍摄 让大家看到 就通过这种方式栽种的番茄 一个是从产量上的对比 第二个呢 再从那个口感品质商品性 这一块的对比 从多方面对比以后 然后这种无土栽培和土壤栽培之间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另外就是在食肥科学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 50天时间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番茄呢 已经使用了三个配方了 三个配方肥了 就是食肥是非常精准 非常科学的 在番茄生长的每个时期 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我们调整每样的一个比例 这样情况下 这个番茄才能健康 多壮 这样的生长 保证后边的 产量的保证和品质的提升